过了断崖,山市逐渐陡峭难行,道路也变得极窄,只能容易人通过。 转了一个弯,突见道路正中,一农夫双手托举了一块巨石,不知在做什么。 郭靖忙上前询问方知,原来路边突起处,生长了一株千年灵芝,这位大汉常年守护,如今已到灵芝长成之日,再过两天便可采摘。 可不曾想,近日山体松动,一块巨石落下,恰逢大汉正为灵芝浇水,于是便信手托住,饶是他天生神灵,却落得个进退不得。 郭靖闻言盲道,大叔,我助你顶住石头,你先将灵芝挖走,然后我再松手如何? 他气运双臂,早将大汉换下,那汉子终于脱离险境,揉着膀子道,你将渔夫和乔子怎么样了? 为何能闯到这里?郭靖简单地述说了刚刚的经历,农夫点头道,傻小子人品还不错,你若不是前来求医的话,我还真想和你交个朋友。 我看这样吧,这灵芝需后日便可采摘,既然你内功深厚,便帮我顶到后日如何。 花蓉小心地从郭靖身后挤过,跨不上前道,大个子好不要脸,我靖哥哥好心帮你,你却恩将仇报。 我这就让他松手,什么千年灵芝,我们才不稀罕呢? 农夫一急,推了黄蓉一下道,不要乱来,这灵芝珍贵无比,我已看守了多年呢。 黄蓉却借势倒下,啊了一声哭了起来,郭靖大为交集,怒喝道,你做什么? 如而本已受了重伤,哪惊得起,你这般用力推洒? 大汉健壮,顿时额头见汗道,我刚刚真的没使劲啊,小姑娘,你莫要讹我。 却见黄蓉闭了眼睛,断断续续道,只有靖哥哥才能救我,你快点拖住石头,换他过来。 大汉文言大喜,连忙照做。 郭靖一个剑步,窜到黄蓉身前,却见他双眼一眨,慢慢地站起身来,冲着农夫笑道, 我就说好人做不得,这块石头,还是您自己拖着吧,反正您力气大,举个一天半赏也不算什么。 又行半个时辰,山势中缓,放眼望去,一是一块开阔之所,一条小溪潺潺流动,溪上一座小桥,桥中却坐着一名书生。 瞧此人,眉目清秀,气度雍容不俗,见金蓉到此,也不过多询问,却朗声道, 二位寄到此地,想必武功绝伦,在下一届书生,不才却要考你们一考,这回答的出自可通过,否则,还请原路返回吧。 见金蓉无甚异议,于是提了一副上脸,乃是,情色琵琶,八大王一般投面。 这对子,本惊觉无比,想着书生定以此,对付过无数风流才子,可黄蓉却想都不想变道, 痴妹王良,四小鬼,各自渡场,我这下脸可对得工整吗? 原来黄药师与诗词歌赋无不精通,早在数年之前,闲来无事,便和女儿填词作对。 这道题目,他们妇女二人早已拆解的通通,这时,无非信手捏来而已,书生言而有信,将身一策,放过二人通行。 再往前走,地势更平,依系已建得几间寺院,行至近前,敲打门环后,早有小沙尼出来,将二人迎入寺内。 郭靖安因姑所言,靖寺后,便将第三个锦囊里的一幅图画,交于小沙尼,景气带为转递给男帝断皇帝。 沙尼去后不久,少连返回道,师尊请二位少侠到禅房相见,这所寺院修建得并不奢华,寥寥几所房屋而已,推开房门,便在屋内坐着两位老僧。 上手那人须发皆白,一副慈眉善目模样,正含笑,向他二人招手,下手却是名翻僧,看年纪,也有五十上下,闭着双眼,诵读经文,对外界动向毫无知觉。 而那渔乔更独四人,也各自站在两边,想必渔夫和乔子,先偶跟来,在山腰救了农夫,随后会合书生,抄近路,跑回报信。 小沙尼轻声道,这位便是师尊,随后转身关门自去,郭靖惊诧至极,实不知为何,堂堂男帝断皇爷,竟然落发为僧,盲掺着皇戎俯身便败,却见那白发老僧微微一笑起身道, 快快请起,想不到药兄的女儿都这般大了,一别二十载,药兄身体还好吧。 郭靖淡着的胸口一震,老僧袍袖,便着轻轻一卷,去好似一把无形大手,欲将它托起一般。 可郭靖这头只磕到了一半,这样起身极为失礼,于是体内自生出一股真气,将老僧的脱力卸去,随后一头磕下,方才站起。 白眉老僧常笑道,亲兄收的高徒果然了得,小小年纪便有这等内功,怪不得他们几人拦阻不住。 哎,其实我等只管修身误佛,又何须拦阻世人到此呢? 药儿,你脸色这般难堪,是何人下得如此重手? 郭靖简单地将往事一一到处。 老僧听后良久方道, 因姑怕我不可为药儿治伤,便画了这幅图画给我,其实这又何苦? 若无普度之心,我等修佛养性又有何一呢? 只是那幅画的来历却又奇怪,白屠山欧阳施主,竟能不远万里替他作画,也算得上煞费苦心了。 黄荣不明其理,连忙问道, 段皇爷的意思是,这一切均是老毒物所设的圈套吗? 老僧摇头道,段皇爷早已成为昨日云烟,如今老那法明一灯,这幅画出自佛家典籍。 当年,我佛在山中修炼,忽有一鸽子飞来求救。 佛陀慈悲为怀,将鸽子拢于袖中,雪阿姨老鹰追来质问佛祖道, 我自小便以血肉为食,至此无法改其习惯,今若无法补猎,自当饿死,以救他而杀我,岂是慈悲行为? 福却不达,便只脱去上衣,以刀切割胸肌手臂,将肉条放于秤上,直到与鸽子同众,方显公平。 佛祖舍己而救两命,这才是真正慈悲。 欧阳施主和鹰姑都怕我不肯替伤者医治,所以才做了这幅图画。 他顿了一顿后,向黄蓉招手道,荣儿,你随我来。 静儿,一会我运功之时,你需挡在门外,做我护法,任何人不得入内,否则将会酿成大海。 你需谨记,他话音未落,于乔更独四人同时道,主人,不可呀,吸毒和鹰贵妃处心积虑,便是等待这一刻,不如让我们代替师傅,行功一致吧。 伊登大师将脸一沉道,荣儿经脉已乱,需一阳直立,打通其精八脉,之后以温和之气,夫妻度过生死难关。 若非将一阳纸修得七皮以上,不但救不了人,自身反受其害。 你等莫要多言,便安心再次等待就是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 喜欢我的经典下关注,我们下集再见。